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侯爷伤口未愈 为何瞒着不说 明明是因为救我 伤才加重 为何要瞒着我 你怎么来了 赵颖 侯爷别喊了 赵颖不在外面 你是因我受的伤 自然因由我来照料 你大哥不必内疚 要谁来换都一样 回去吧 回去吧 你以为你冷言冷语几句我就会走啊 你要干什么 泼衣服啊 上药啊 我说了 不用你管 怎么了 侯爷害羞了 我 我岂能为这等小事害羞 我竟把你伤得这么重 是不是很疼 已经不疼了 骗人 这伤都这样了 怎么会不疼 我去找大夫 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我只是不想让母亲知道才瞒着 以后每日我都来给你上药 我说了 不用 你要是拒绝我就告诉母亲 对不起 是不是弄疼你了 我轻点 不想让父亲 我可惹 不想让父亲 你寻杀了 你猜得 你准备了 好 我 你 你别乱动 我来吧 时候不早了 那会也早点休息 我来吧 我来吧 赵颜 夫人有何吩咐 为何这里会有这么多情谱啊 这些都是侯爷的 侯爷的 侯爷善秦 那怎么从未见侯爷父亲啊 恕小人之言 夫人若是好奇 为何不直接问侯爷呢 你若觉得为难 就当我没问过 我也只是关心一下侯爷 我来吧 夫人有所不知 侯爷年轻时 秦记超群 堪称京师一绝 就连皇上 都赞不绝口 那既然侯爷酷爱秦义 那为何这些谱子 看着像许久未冬的样子 侯爷自得知 老侯爷和二爷死去之后 自责于沉迷秦月 从未为父兄分忧解难 侯爷在他们领位前 亲手砸烂自己最爱的姚秦 发誓 重振虚家门媒 父兄之仇一日不报 便一日不在父亲 这些年 他所承受的孤独和寂寞 怕是旁人都无法理解的吧